各位大家好 好久没有发布影片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以前呢是看 看任战争时对中华 中国的杀人魔 他转身为人的故事好不好 为什么对于发布影片呢 若果被 我遇到了恶业 不报啊 我还想来说我最后的声明 作为最后的反击 我们讲的是一令无情之 周某某的生前 竟然是一只猪 一头猪 各位我刚刚有感应到一只消息了 所以我就立刻醒下来 刚刚我感应到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国中时一位同学 他是一个精神病 至于他为何生下 就脑袋有问题 这一切都为他过去是所造下的恶因 所改造过来的烟不得他人 这位同学 在前世时还是哽人的时候 是一名对华亲戚的日本士兵 他的对华战争期间 喜欢以徒手拿刀杀人 这也是为什么 这位同学在现世时喜欢武术的原因 他强劫妇女 那个时候真叫做骇人不浅 那他一次作战中 他潜入沙溪某洞 明察 想强劫妇男的妇女 不巧被这村里有人发现 这么一位棍霸殴打致死 我那是他不会去 这位妇女真是活而伤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现世时特别 特别对于荆齐男的妇女 特别有感觉 就是有时候荆齐男的时候 荆齐男的时候 有点点理性的特别有感觉 特殊癖好 就是原因他什么 他在清华战争的时候 他特别要喜欢荆齐男的妇女 这血有特别特别深的欲望 特别深特别深的感觉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是猴子转世的 他是猴子转世的 所以呢 这位清华战争死掉后 因为他身险死后下的无边之罪业 毕捕方官把他受一百万年的地狱罪 其实一百万年还不够啊 要我说一万年了 毕竟他的地狱罪承受完后 他要转身为诸狗生十世 才可以转身为人生 地狱的一万年是指阳戒的一年 杨安法第三次做猪的时候 那当时后啊 他听到的玉底真人 以天目看到这头猪的过去种种 玉底真人不忍这头猪被杀 就像杨安法画一道人模样 跟那只猪说 如果你愿意皈依佛道 我就可以让你这世受屠宰之苦后 让你免受余生欺世诸生 虽然不但你可以往生人间 还可以归一佛岛 岂不没灾 不过由于你前世对黄战争的杀人模 所以你得到人生时 该出娘她时 如不立刻改正呢 还是起来贪恋 那你就带来这一生 饱受精神疯乱之苦 你是否愿意接受那一头猪 因为在明天就被杀杀了 所以当场接受了这个条件 于当场下玉底真人表示忏悔 八十归一佛岛 也不怕这样 后来这一头猪 就转身为人的中同学了 其料 这一头猪干下娘她时 快要自己得以人生后 便想到做人的种种荣华富贵 就要心里起了贪恋的外响 就让这个同学起了贪恋的一瞬间 她的脑袋就立刻崩掉 所以永远地崩起身边 世界的一切就以业力而为因果而显现 因为这位同学前世去到诸畜 所以她阳气未足 很容易受到邪灵干扰 所以邪灵是阳斑众生死后的邪孽所化 他们的本源还大低于受苦 我以现代科学解释 这是低等形列的症状频率 这低等形列的症状从2016年开始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位同学会在2016年时突然胸膝大发的缘故 这是她的验障 由神通难以化解 再加上这位同学至今还未真正的 八星国义佛门呢 她也没接受5G也没奉行时尚 她做了12 这就是她的鼓报 由于她违背了御底证人的誓言 而到这位同学阳寿已尽时 她加倍压往 八十岁岁大地狱 上1500万年的八十岁岁之刑罚 之后还要大击风到大地狱 跟大风也大地狱 是无量一年的地狱行 我料挺好作为她同学 就是满满的太习啊 自从我有神通以来 我就按滋味每位同学看了一遍 看他们前世是什么 我们发现有人是前世的天境的心 要是从人道轮回而来的 更多人是从大地狱恶鬼畜生 以业力轮转而来的 就是真相 反正有人看到整形转发阿弥陀佛 你也继续讲解阿弥陀佛 可能会讲解你也不会讲解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